这款产品的布料是以能帮助汗水排出的技术打造而成,即使是闷热的夏天也能保持干爽舒适,亦可帮助调节体温,非常适合怕热的人穿。 同时,其布料相当柔软,还透过于膝盖后方的拼接不同的材质,以降低紧身裤亦有的不适感。 而小腿上醒目的品牌logo更让整件裤子看起来时尚不少。 只是这款压缩裤并不强调保护肌肉及膝盖的功能,建议在践行步道等初级的登山活动时穿着。 除了各大知名国际品牌,台湾厂牌所制造的压缩裤也很热销。 像这款历经屡次改良,除了固有的渐进式加压功能,更把裤头的部分加厚,而能完整包覆腰部并隐藏小腹,肚子有肉肉也不用担心。 而且膝盖下缘有交叉的结构,可帮助分散膝盖的压力。 另外,尺寸非常丰富,小至2XS大至2XL应有尽有,相信能满足各种体型的消费者。 唯独也因其穿起来很有弹性,相对的加压效果就会小一些。 进行数小时长时间的运动时,保护和舒缓疲劳的效果,便没有那么出色。 Mizuno一直不断精进压缩库的设计,旗下多款商品皆备受好评。 而这件除了具备基本的压缩及支撑效果以外,库管采用轻量化的尼龙布料,及特殊工法,让运动时更加轻盈而无负担。 另外,比较特别的是这款两面皆可外穿,一面是低调的素面款式,另一面则是少见的拼色十分吸睛,可搭配服装自由变换。 虽以外观而言,若穿这款去跑马拉松必定十分吸睛,不过山里石头,树根较多时不免有勾道而破损的可能,使用时请各位多加留意。 这款压缩库的面料为双层结构,外层有防风及耐磨的特色,而里层的刷毛除了柔软之外也有排汗的功能,让内层一直保持干燥而温暖,且不会有厚重的感觉。 冬天穿着它,登山就不用担心流了汗之后又吹风着凉,又因材质紧贴皮肤且有拉伸的特点,因而可以减少运动伤害。 冬季爬高山的时候固然是一款十分理想的商品,不过考量到台湾气候湿热,实用性可能不会太高,建议购买之前先评估自己爬高山的频率哦。 这款压缩库最大的特色在于上面的红色条纹,这是加强小腿防护的弹性压力贴渣,从骨,小腿激情到脆弱的阿基里斯件都不漏掉。 穿上后可明显感受到裤子紧贴着小腿至膝盖,包覆性令人赞赏,而且还有3D立体剪裁集体臀作用,能展露出漂亮的曲线,带来显瘦的视觉效果。 美中不足的是这款紧能手洗,且腰部的固定以及整体的稳定性,还是稍嫌逊色。 不过对于刚开始爬山的新手来说,用它来爬中低难度的山,还是很不错的。 Fiora稳锐点北极湖的这款压缩库在细节的部分下了许多功夫,例如臀部等需要加强的部位, 以陶瓷印刷的独特技法让裤子更加强韧而不怕摩擦,其中一个口袋还有加上拉链,以便放置随时想要拿取的物品而不会掉出。 综合诸多优点都是为了让穿上它的人可以毫无顾虑的活动,可说是一款相当适合攀岩,走崎岖山路的裤子。 另外还有深蓝以及暗红色等在登山压缩裤中少见的用色,配上低调的外形,不但看起来有质感,也很好与其他服装搭配。 Skins原本是专为运动员设计的澳洲品牌,叫做A400的原因在于,这款裤子根据身上400个合身点精准打造,以发挥最大效能。 而它主打的是恢复的功能,透过特殊材质来改善肌肉的供养量,并有效减少乳酸堆积,进而帮助快速修复肌肉酸痛,也因此睡觉时也能穿着。 每周花大量时间运动的人,想必会对它的机能感到惊艳。 此外,其做工精良且具备易军的功能,洗过之后,几乎不减抗菌除臭的效果,多次穿脱,洗底也不必担心变得松垮。 有了这款压缩裤,就可以尽情运动不怕铁腿了呢。 许多压缩裤肌能虽好,却紧到让人受不了。 而这款压缩裤除了渐进式加压和稳定肌群的功能,都十分优异之外,也非常重视舒适感。 它轻薄透气的材质让人在运动中依然保有灵活的动作,内侧的平整接缝也能减少与肌肤的摩擦。 好不好穿是影响穿着意愿的重要关键之一,如玉,认真登山却还不习惯穿压缩裤,那么便可放心购入这一款。 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位简约中带有现代感的图案设计,并且具备防晒功能,让喜爱登山的女孩们依然能够时尚美丽。 当然还有各种花色,赶快去看看吧。 说到压缩裤一定不可错过CWX,它拥有强大的包覆性,以及支撑力,一穿上便会对它紧贴肌肤的束缚很有感觉。 而这款特别强调将运动贴布的原理融入压力裤中,可以确实减轻膝盖、腰部等关节的负荷。 同时稳定下半身的效果也是相当优异,且能舒缓肌肉酸痛和疲劳。 堪称是压缩裤中的最强防护罩,穿去登山便能感受到它超强的保护力,安心感十足。 穿压缩裤最重要的目的在乌保护自己的身体,看到这条受到台日两地消费者盛赞的裤款,经常登山或喜欢挑战高难度路线的老手还等什么呢? 这款商品在2020年得到英国网站Women's Running的最佳品质奖,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在乌采用具有吸湿排和功能的布料, 让运动的过程中持续保持清凉、干爽的感受,搭配和身却能够减少摩擦的裤裆无缝剪裁,为一年四季提供无与伦比的舒适度。 在产品细节上,除了有充足的调整带衣贴和曲线之外,腰部后方还有一个宽敞的拉链口袋可以放置个人物品, 然而最吸引人的,莫非是其平易近人的价格,能够大胆地穿着它上山下海不心疼。 对于喜欢户外活动的读者来说,裤管太长或太短可能都会在行动上造成影响。 这款由瑞典品牌小狐狸所推出的商品,贴心地将裤裳设计在7到8分,无论登山或素膝都能行走自如。 此外,材质中高达71%的再生巨脂纤维不仅穿起来舒适有弹性,也能对环境保护尽一分心力。 本品的另一个重点,在于为女性量身定做的拼接剪裁,以及大腿两侧的斜切设计,不但创造了物品,不易调出的收纳空间,在视觉上更是修身显瘦,加上哑光雾面的色泽,作为穿搭的单品也显得相当称值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